中华有这间开早两点的众破筛了兵凶 他第一次好心意出事后 就被医生拍电视脑性麻痹 必须要等于使用论义这些东西 因此轻轻感受到要照顾 心心中爱吃的无用意 所以有一次机缘 知道从事业务会超团婚姻 是要台湾流过白城加仕比 他就会和他的好朋友发起了 募集活动 在第第时间来 他募集17万6千块 要来协助习部队在中间参加速食的照顾 大家在技术人员的记得之下 做一棟手来做争新的电动村 为80岁的阿嬷和5岁的小朋友 包括这位家家人赶名 也是一位新人的蓝正龙 到这里来参加上爱心 希望享受自己的地点 让习部队睡得可以更安稳 你是发自内心那种愉快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也不会讲说 你的要求是回报什么 就是有能力你就是多付出 这么多这么多的三星的人士 一起投注到就是这一次的电动床的 那个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 厚大的工程里面 那其实原本我们预计是用一年的时间 没想到就是廖大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就把我们募集了17万6千元 向印度超顿婚姻 泰瓦老国的北城和湿北 发去目的部队外的就是他 在中华开车重点的老家 廖兵胸 因此很多心心中的家的家伙 就像一样 也要来经过不知道要怎么做好的规定 其实我本身家里有一位 身脏的小朋友 所以特别能感受到说 其实照顾这些身脏者的生活起居 确实是不容易不简单 这十几年来 廖兵胸照顾到一齣时 国际医生精端 是老是麻痹的学生 必须登记来外科轮艺 跟他做好更 只要等时间照顾的压力 因此有机会接受到 从事进行回来后 利用到忙了 要接好朋友做的家伙作工业 廖兵胸也表示 因为靠到朋友的机器 让他到处来丢进心情 备划好生做好更 因此也希望来作为 从事进行回不要及其理论 那时这些人的定理优衡做不到 他又要有些个人参加 后这边也将没一个主 来赞加台湾的婚姻 分享真爱心和幸福 即将任兴胸 彩虹报道